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从一年级开始他了解说他可以利用繁星计划的方式 爭取到 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好学校 他就开始在做准备了 参加学校的社团 大队部 还有他的作业都很努力的在去做一些这些准备 所以他是 我觉得是靠 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根源而来 不是靠天分而已 这是我觉得他很让我印象深刻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 也觉得他真的因为他的努力得到他真正的成就 对 真的是 蒋寒发同学国中毕业后 因为对广告设计的喜爱 而进入高音广设科就读 供考取了广告设计 图文主板秉籍等四张专业证照 期间学校老师发现其英文长才 鼓励其参与全民音检初级考试 蒋寒发同学自我期许 我是高音工商广设科三年级的学生蒋寒芳 然后我因为繁星的机会让我上了文长外语学院 虽然我是读广设的 可是对外语这方面我也很有兴趣 设计类还可以再进修 因为大学文长也是有设计方面的 所以我也想要说我自己除了有英文本身的能力之外 还会继续进修我在设计方面的技巧 然后继续更上一步 然后学校的 其实英文在学校对我帮助也很大 就是学校的英文广播教学 会利用早自修的时间 然后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然后让我们学生更充实自己 就算只是一两个单字 可是这样时间日积月累这样累积下来的话 也是可以这样充实自己 然后多认识一些英文单字 讲韩方同学的话 他是 其实从外表看你就可以知道 他真的是一个修外会中的同学 那他 从他的作品上 我们是可以比较看得出他 他的心思是比较有巧思的 是属于比较 会发挥他的一些比较独特的创意 所以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 诶 这个学生就是 在很多细微之处 他会很用心 他是用他的 他应该算是比较会运用创意的一个同学 然后他也是属于蛮积极的去参加 我们学校的大队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干部自治训练 而且表现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从一年级刚开始 诶可能是一个比较成绩优秀的学生 到了二年级他参加我们的大队部的自治干部 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对自己更有自信 而且他的走路的姿态 姿态就会变得很稳重 然后就真的就是有一个模范的楷模的样子出来了 那你看他走向语文的时候 诶 其实他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就发现 虽然说我们职校一般来讲 不是那么注重语文这方面的才能 但是他一直有展现出他对语文能力的兴趣 那我觉得以语文这个外文来讲 其实对于他来讲 等于是又多了一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可能他在大学读完之后 也许又可以帮助他往设计方面再继续深找 其实我觉得两个是相辅相成 那即便他读外文 其实也可以在外文上面又多发挥他的设计的才能 还有所以我觉得他是蛮特别 他有设计的兴趣 又有外文的兴趣 那如果两个能结合好的话 我觉得他的发展空间应该会是更广的 高音工商广告设计科教学相长 意在培养创意发想及执行之能力 学习广告设计与制作之基本知识 训练全方位设计之基层人员 提升人文及设计美学素养 并奠定学生之后继续进修之基础 培养学生诚信、勤奋及热诚之工作态度与职场伦理 尤其是学校对广社科设备的重视 拥有全国高中职校所没有的Apple电脑系统教室 更让该科学生的毕业出入更加广泛 是有意学的一技之长之国中生的最佳选择 非常新闻记者综合报导